在一个废旧的大楼里 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金库系统 一帮劫匪成功获取了图纸 找到了大量的钱财 但是就在他们逃跑的时候 英国CS部队已经赶到 专家戴上面具谁都不认 开始拦截CS夫 大卫和士兵带着现金开始跳窗逃跑 而司机早就在这里等待他们 他们轮流跳下去 非常快速地将钱装入车里 就在这个时候 大卫看到了卷发姐被打中 倒在地上 司机大声喊着让他赶紧上车 但是大卫再次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 就是一定要带走卷发姐 而专家这边也打轰轰烈烈 身手非常娴熟 英国的CS似乎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 在M9的点击下 一个一个倒下 他打开大门 然后顺利击毙最后三名CS 此时司机的车也正好赶 不慌不忙上车 KD就问小伙伴专家帅不帅 然而大卫那边却遇到了大麻烦 卷发姐让他把自己留下来 这样CS会把他送到医院 但是大卫还是将卷发姐给带领 然后快速开车来到医生的车厢 一个女医师非常专业地救治了卷发姐 然而三年之后 这个女医师为了躲避行踪 把自己全身抹黑 但是还是被面具人给找到 这个人拿出一张美姐的照片 让他辨认 眼看医生不会回答 立马终结了他 大卫这边从私家侦探那边找到幕后人罗森 罗森的目的很简单 需要他撤销对肇事逃逸的指控 但是大卫再次使用威胁的办法 想让罗森不要再调查自己 很显然这次不行了 罗森一点都不怕 而且还说要是他不撤销指控 他会死得很难看 看来这些人的背后非常的强大 大卫回到家里 再次换上电话卡 就在这个时候完蛋了 电话竟然响了 是卷发姐打来了 他刚刚看到了医生被暗杀的新闻非常的害怕 就第一时间打开项链里的暗格 找到电话卡 拨打了大卫的电话 有人要来杀我们了 大卫一句话不敢说 吓死了 挂了电话第一件事就是剪掉电话卡 卷发姐立马打包衣服 非常紧张地离开酒店 他神色慌张 就在这个时候 后面的面具人真的来了 幸好卷发姐准备了防狼喷雾 虽然面具难戴着面具 但是还是给卷发姐机会逃跑 就在他逃上一辆车的时候 车门窗被击碎 画面回到大卫这边 他重新购买了不记名电话卡 然后打了一个电话给报社 需要登记一个广告 然后购买了微型摄像头 将家里全部安装上监控 画面回到丹麦的雪山 此时的专家正在野外生存 击杀一头鹿之后 他将鹿给带到自己的小木屋 至少可以吃一个月了 很显然专家就是不一样 绝对不会像卷发姐那样张牙舞爪 学会隐藏才是真的专家 这下知道专家这个称呼 对这个女人再合适不过 画面回到大卫这边 就在他刚刚把孩子接回家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车就停靠在他的街对面 夜晚大卫到垃圾的时候 发现了这辆车就非常好奇地走路去查看 当玻璃下来的时候 一个电击枪就射中了他 然后两个人下来 非常专业就将大卫给装车带走了 很快来到一个仓库 此刻大卫真的吓尿了 他以为是面具人杀手 结果这两个蒙面人是罗森安排的绑匪 要求他把肇事逃逸的指控撤销掉 不然就会割下他的蛋蛋 一听到这些 大卫反而不害怕 他慢慢冷静下来 然后开始计划反击的时刻 很显然这个绑匪话太多了 一直说一直说 大卫慢慢挣脱掉脚下的本来 然后立马反击了两人 真的也就挤下想 两个多嘴的绑匪就被彻底制服 在专业的面前 这些人真的若报 然后他找到他们的证件 查看后用胶带将他们绑起来 然后悄悄开车离开 画面回到专家这边 他每天必看的就是一本新闻杂志 因为这个里面有他们约好的代码 终于这天他发现了大卫登记的信息 然后专家开始破译这段信息 现在司机 士兵 医生全部都被杀了 大卫问是不是专家在追杀他 专家明白这天终于来了 他关上门窗 设置好机关 找出自己的大宝贝 M24和M9快速装击好 就坐在火炉前 眼睛直直地盯着大门 第二天罗森走出大门的时候 看到了一辆车 然后打开门 两个劫匪在里面痛苦地挣扎着 吓傻了罗森 咖啡都扔到了地上 太浪费了 大卫这边也接受了一条代码信息 他立马按照代码搜索网页 然后在网页上破译内容 很快得到一个信息 是他们来了 他们会杀了你和你身边的所有人 并要求见面 让大卫不要相信任何人 破译之后 大卫立马开始行动 简单装几件衣服 然后打开自己的钱箱 拿出备用的英镑 看来他要去见面了 画面回到专家这边 他沉沉睡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警报响起 他看了一下仪器 有人在靠近 然后他看了一下窗外 一个红色的衣服在靠近 专家穿上衣服 拿上武器 开始绕后 然后将红衣服给撞击倒 好处跟不久 这个时候卷发姐赶紧说是自己 专家确认是一个人后 放开了他 带着他来到小屋 专家警惕地问 他是如何找到自己的 卷发姐才说 他是通过信鸽系统 查到了每一个机场 终于找到了线索 专家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行踪 竟然被什么狗屁系统能追踪到 在专家的逼问之下 卷发姐才说了真话 是因为他发现了一张照片 才找到了他 他当时是在镇里购物 被别的人拍下的背景 但是还是被卷发姐找到了 专家不敢相信自己的行踪 会被这样泄露出去 专家开始确认死了几个人 是三个人 而卷发姐开始说起 自己看过凶手 是一个面具人 头发是白色的白人 他当时差点就被抓住了 幸好他及时开动了车子逃跑了 专家开始询问 脖子上有没有刺青图案 是金字塔 但是卷发姐太慌张了 没有看到 专家继续问 为什么要找自己 卷发姐才说起他真的害怕 想到现在唯一能救自己的 只有专家了 因为他见识过专家的真本事 专家终于卸下了防备 开始追问别的人的消息 卷发姐没有透露大卫的消息 这个时候专家开始对卷发姐说 追杀他们的人 可能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然后就喝了专家的咖啡 虽然卷发姐怀疑过咖啡有东西 但是看专家都喝了 他也喝了下去 瞬间就倒地了 还是太年轻了 画面回到大卫这边 他趁着黑夜开始挖掘一个地洞 将剩下的钱全部埋了起来 做好标记 累了就查看一下家里的监控 画面回到专家这边 第二天专家叫醒卷发姐 让他穿好衣服跟着自己走 卷发姐还一脸萌 房子已经被专家给烧了 卷发姐心疼啊 好不容易找个落脚的地方 现在没有了 就在这个时候专家说 我们要行动了 卷发姐问 什么行动 专家说 看到专家的坚定 卷发姐知道自己跟对人了 那就是一个字 安全 与此同时 第二天大卫也告别了自己的孩子 坐上了出租车 来到了国际机场 上了飞机 来到伦敦 大卫联系了神秘人 然后收到一个定位和图片 很快大卫就来到展览馆 并找到那个图画 就在这个时候 专家出现了 大卫也看到了他 两人立马紧张起来 双方都警惕地慢慢靠近 大卫这才知道 和自己联系的人就是专家 那么专家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不能坐等别人将自己干掉 所以要把团队集合起来 然后在别人一个一个干掉自己之前 将他们背后的人给干掉 就在这个时候卷发姐也出现了 专家这个时候 才知道卷发姐竟然联系过大卫 专家对他们说 现在他们是一个新的团队 不允许再有任何秘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叫着大卫的名字走过来 这个可把专家给吓唤了 大卫和这个人是认识的 但是此刻已经不是说话的时候 就在大卫之走男人之后 专家立马走过去 询问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他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大卫解释说 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 但是专家的眼神告诉我们 他要有别的计划 就在卷发姐和大卫说 他看到的那个面具男 是什么特征的时候 专家消失了 当大卫发现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踪影了 画面回到三年前 大卫街上已经康复的卷发姐 告别了医生 然后快速来到集合的仓库 但是此时美姐和执行官却没有出现 怎么办 所有的人都慌乱了 大卫打开袋子里面有全新的护照和英镑 他提议他们几个人把钱全部分了 然后消失掉 但是有人害怕美姐 觉得还是要等美姐出现 这个时候专家开始说话了 他觉得大卫是对的 拿钱走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拿走的 不该属于自己的钱 对的 但是给大家看 新的每一会儿